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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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是第一次开这种大型唱完演唱会 就像我在演唱会唱完之后那几句话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走进电视 也没有想到我会走进宫廷 我不知道北京有多远 这些话当我说出来的时候 我自己是挺感动的 因为作为一个小时候 一个没有这个明星梦的一个女孩子 到了今天可以站在这么华丽的舞台上 我觉得确实是一路过来 是因为有很多人帮助我扶持我 做一个演唱会是非常难的 不是因为我一个人 是需要太多人来捧我 不管是观众也好 还是导演 还是造型 还是音乐部分 就是说其实压力非常大 再加上这个过程当中 有那么多工作和一个最美和声 我还挺忐忑的 说实话 虽然我并不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 但是正因为你有了一些认知之后 你相反没有那种勇气 会变得有些畏首畏尾 但整个过程当中 是因为我们团队 因为音乐部门 造型部门 包括导演部门 他们一点一点地给我加分 所有的人 然后让我没有什么厚补之忧 让我在21号的晚上充满自信 在第一次跟导演碰的时候 我觉得导演对我还没有那么多的了解 他可能是经过他的经验 做了一个流程的一个铺排 但是因为我们的见面更多地去沟通 包括对我音乐的一个认识之后 我发觉再次面对面地探讨的时候 整个流程包括所有的设计 真的就是完全属于我的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超乎我的想象 要也真的特别谢谢 加瓶导演他们这个团队 你欠你欠我欠我好几年 你欠我欠我欠我好多钱 你夸我夸我夸我活顺弦 你骂我骂我骂我没唱片 最初的时候看到我们的五美图 它是一个平面的 因为没有看到立体的东西 它很难有那种局向的样子 在我们的脑海里 我说实话我是质疑过的 我跟英子姐说 我说这个好看吗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想法 我确实有过这种质疑 但是波波灯呢 是因为我看过导演的一个视频 它根据音乐的情绪起伏 然后灯在变换着它的情绪 我觉得首先这一点是特别吸引我的 我觉得它仿佛在音乐里 又充满着生命 它不光是一个灯 这个特别吸引我 在我第一次20号要彩排之前 导演说你上去可以试一下 所以说就是那么巧 他们说他们试的时候没出问题 我一上去 机械手臂的那个主体 就往下哀哀哀的倾斜 那个机关没有帮死 我当时的说我的运气是太好了 因为所有的人试都没有问题 但是正因为这样去试你才会知道 问题都在第一时间会解决 说实话我虽然不怕高 但是这样的出场 我第一次这样出场 然后就像一个来自于未来的人 从半空中伸出来 我觉得挺炫的 而且观众他也很接受这种方式 而且弓体本身就是一个相对于比较高的 我这种出场的方式可以让中间 甚至于更高的地方的人可以感受 我觉得也是拉近距离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还比较酷炫 除了我们这个机械臂以外 其实还有三个复杂的升降台 这三个升降台相对于那个机械臂 我觉得更危险 因为我们的舞台因为在工体 不能搭太大的舞台 就是因为它本身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局限 我们的舞台很小 所以说其实每一个升降台之间 大概只有这么多的距离 如果你但凡不注意 可能它降下去的时候 舞者也好 乐手也好 包括我们本身 很有可能就踩下去了 这是比较危险的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反复地去试这个过程 21号其实我们看到的是 近乎完美的一个展现 我觉得这跟导演团队 然后所有团队的这种专业性 是分不开的 而且这三个升降台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我换装的一个方便 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特殊乐器 我们这次在音乐上也是比较苛求的 外琴的乐手 就是石头关 比如说有马头琴 有钢舌骨 有鼓针 琵琶 然后有大体琴 小体琴 中体琴 还有低背 还有firewalk的一个鼓队 我觉得在音乐上是有很多层次的一种展现 而且还有我们的一个非常前卫的一个肢体舞蹈团 我觉得他们是特别有别于一些现在流行的一种舞蹈 他们更多的是情绪和肢体的一种展现 我其实还蛮喜欢他们这次的一个表达和表演 让我变得很特别 这次还是有很大的企图心 是希望观众开心 所以说这一次我放弃了很多演唱我自己个人作品的机会 其实今天我也跟朋友聊到这个问题 他也在问我 你这样会不会有妥协的感觉 说真心话 没有 我现在更多的是希望跟观众有贴近 最直接的一点就是 当你唱出来 你得到了他们的掌声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前排的观众 他们眼睛里面的那种感动 或者是喜悦 或者是看到他们跟你一起唱 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歌手来说 这就是最大的满足 说到我跟音乐中间 嘉宁哥我们其实就真的像兄妹一样 四年前我们第一次开始在一起玩乐队 然后大家都抱有了很多希望和很没有编辑的梦想 但是其实现实的过程当中总会不大如意 因为其实带乐队演出 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所以说我今天晚上的音乐 他对我了解 他对我的音乐了解 他知道我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跟我介绍认识了 就是我们最终在舞台上呈现这些音乐的 这些新的音乐伙伴 像鼓手王岚老师 他是在中国这个摇滚鼓手里面的一个明星 我觉得他是一个音乐家 所以说我对他是非常尊敬的 包括宋宇我们的吉他手 他也很会创作 然后Bodo是一个德国人 中国人中国话比德国话还说得好 他并不是特别习惯中国流行音乐 或者是中国音乐的那种律动 但是为了跟我们一起玩音乐 他也放弃了很多自己的一些热爱 对音乐上的一个偏执 包括其实我们的那个percussion 他叫JK 其实他是当时我是歌手里 我选择他当我的鼓手 因为他对爵士fusion是 这个没有办法 这是他们血液里流淌的 所以说他的律动非常棒 但这次我跟他说 我说非常抱歉 能不能你来做一个 那个指示打击乐部分 他二话没说他就来了 其实他的能力并不止于此 作为一个歌者来说 其实最重要的其实是音乐和听的一个部分 除了世界以外 听的这一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后来也看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安雅这个品牌 做的一个纪录片 当时说实话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因为他希望给人带去一种更直接的一种享受 然后当我知道这个系统是在中国算是第一次使用 我当时也是很吃惊 但是我也有担心 因为很多东西当第一次尝试这种模式的时候 它还有需要磨合的一个地方 Max Team这个团队非常职业的 从他们的技术层面 一定会最快地解决这些问题 在演唱的部分 我起码有五六个瞬间都是出离的 我出离了我这个本我的这个样子 我好像跟大家一样都在音乐里漂浮 这个绝对不是那个故弄玄虚 真的 那个时候我觉得一定是非常地望我和享受 这就是好的一个环境 好的一个声场 带来的这种直观的享受 因为我们听到的东西 听到的东西是可以让我们放松 并且是完全进入状态 就像我今天在回忆起那场演唱会 我的脑子里还是不停地感觉我在换装 因为这个造型的部分太复杂了 每一次换造型 最多最最多的只有两分钟 因为我跟Mix老师在商量的造型的时候 他问我有什么要求 我说其实我不走光就行 然后可能不要太暴露 然后这是第一第二 我觉得我希望他是有艺术感的 而且希望有一套服装我是打着光脚的 他当时就梦了 他说穿着鞋才好看 在舞台上才有那个份 但是最后的造型呈现是最大化的去满足了我的 到20号凌晨3点钟的时候 我还在跟Mix老师沟通 我说老师 我希望第4%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一种 就是挣脱束缚的感觉 最开始其实我们有一套服装 是不会脱的 就一直要保持那种很酷很炫的那种状态 最后3点过我跟老师商量 我说让我的雪地里撒点野的时候 真的让我撒点野把衣服 把所有的这些束缚都挣脱掉了 然后Mix老师在早上 给我新买了短裤和短的衣服 让我有这个环节的一个体现 而且我也看到了反响 包括业内的很多反应 他们都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到位 然后包括蹦蹦老师 他做了三顶头饰和两个假发 而且最好的一个 对我头发的一个解决方式是 基本上每一个造型都做了头饰 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我这个头发 因为很不好解决 20号的时候 其实琪琪姐也准备了很多喷腔 要往脸上喷不同的颜色 最后20号我们彩排完了之后 她还是还原了最本贞的那个我 没有在我的脸上画更多的颜色 她觉得这个人本身的特点 她是最主要的 而并非我们把它画得多么的丰富 从这个组合来说 他们都是用心在做一个作品 艺术作品 而并非把我当成只是一个歌手 然后在舞台上唱个歌 然后穿个衣服就可以 既让我很自信 然后又让我自如 我觉得我也解决的状态应该是 极度的亢奋 极度的极度 其实最开始为什么 想跟极客有这个合作 是因为我曾经听过她 有一首歌叫《阿杰露》 我特别感动 当时我还记得那个场景 是泪流满面 然后当我想起 希望嘉宾是极客的时候 我脑子里就是有一个画面 我希望她是从天而降的一个仙女 比如说我在之前 可能是很困惑的 可能我有一些伤感 但是她的声音 阿杰露一出来让我不要怕 她让整个世界都复苏了 她让我变得勇敢 其实我最初的设计是因为这个 而极客在我眼里 她就是一个血液里 就是一个无拘无束的人 她的每一举一动 都是发自肺腑的一个自然 和我就是这样 无所谓 我觉得她 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的女孩 但是这是我跟她最不同的地方 所以说也是我期望让她来当我嘉宾的地方 我觉得我希望变成她的那样 所以说这也是我欣赏她的地方 然后在我跟导演阐述这一块的时候 意思就是希望她在FIREWORK一个非常热闹的景象里 马上就是你听到山谷的声音 流水的声音 鸟叫的声音 然后整个环境变成绿色 然后有一个自由女神 或者一个太阳女神唱 不要怕 我们的万物都不要怕 我想象的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两个唱完之后 我下去 然后结果整个环节 因为我们都太过于完美的去设计 结果谁都没说话 我上来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 20号彩排那天 我唱完 我还是唱完开门见商 我说好 接下来是感谢环节 我第一个要感谢的是极客 结果那天一蒙圈 你知道吗 我要看那个大字幕 那个一屏幕 我就顺着那个屏幕就开始念 我觉得很遗憾 我也很想跟极客说 这个姐姐很抱歉 如果下次还有这个机会 真的 我一定好好的给做圆满了 因为去年的时候 我也是在同样的地方 然后我跟每一个嘉宾 那是刘冠老师 杨坤老师 还有沙宝哥 你说你们一定要帮我 多说一些话 我要换衣服 今天这个纵站中原 落到我身上 其实这个演唱会 对于我来说 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不瞒所有人说 其实在我参加完 超级女生比赛之后 我再也没有幻想过 做一场这么大型的演唱会 当我们天号盛世的老板 也是我的经纪人 朱浩第一次跟我说 参加完我是歌手 想跟你办一场 这个演唱会的时候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有了过往的经历 我也我先跟他打强心针 我就觉得我希望他想好 但是他们二话都没有说 他说你放心 他对他的团队和他对我的一个信念 我当时特别感动 因为说实话我跟他是同龄人 他并没有比我长很多 我就觉得我经常形容周浩是外表奸诈 内心温暖的一个人 内心特别让人感动的一个人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前期策划的时候 我跟整个天号盛世的工作伙伴并不熟悉 陌生的都是陌生的 所以说我是带着一些审视 并且怀疑的目光和态度来 来有点检测的那种概念 我们到底能做好吗 我就觉得其实还是可以让一些梦 可以变成现实 虽然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才有这么一天 但是我也希望告诉所有的人 包括我跟我一起工作的这些人 我觉得只要你一直有一个信念感 相信你身边的人 让他们最大化的去发挥他们自己的台华 就会成功 所有即便所有的五十分加在一起 那就是满分 所以说不用太去 太去把所有的权力要抓在自己的手里 所以说我发自肺腑地说 这次演唱会 我真的是要感谢 感谢天号盛世 感谢这个大家庭 让我真正地觉得我是里面的一份子 其实我觉得拥有这些人就是财富 就是最有勇望之前的这种力量 让我们一起 为咱们的一份子 十年磨一剑 我觉得其实不长也不短 这一路过来 我为什么今天变成现在的我 是因为我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那天来了很多 我九年都没有见过的一些歌迷 这些都是在网络上的一些人物 然后以前从我超级女生完了之后 追随我 追随我天南海北的曲袍 现在都已经成为人母 成为人妇 他们都远远地看着我 我觉得如果给我一个勇气 我不会喜欢一个人 九年十年甚至更久 因为我在这方面 我就觉得哪有那么 哪有一个偶像的力量这么强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 他们没有把我看成偶像 把我看成他们的孩子 把我看成他们的朋友 或者姐姐 我愿意陪他们一起成长 我也希望他们陪伴我一起成长 唯一的就是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能给他们更多的正能量 我不可能一生下来就变成这样 我妈妈她是这个世界上 最不愿意跟我添麻烦的人 我记得我给了她两张主席台的票 最后因为票紧张 她自己换到天台上就看去了 然后我看了她录的视频 整个过程跟我无疑 他们都在嘶吼 然后晚上清工院回去之后 等我等到五点过 然后我们又聊天 她还喝着啤酒 就是说我今天会变成一个 如果有一些幽默感 如果是一个很逗的人 那是因为我妈 她也从来不给我负担 我觉得给了我一个最好 最合适的一个环境 让我变得很舒服 这是我真身要感谢她 对我的养育之恩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朋友 像长石类石头 他们也是坐在山顶上 没有跟我带任何压力 表演完了之后 丽阳给我发了个短信 她说维维 谢谢你给我那么好的位置 让我坐在主席台上看 我想跟她说 因为我们是共同奋斗过来的 一帮伙伴 我请他们来 并不是炫耀我自己 今天多么厉害 而是觉得我们每个人 都不要忘记自己的朋友 不要忘记自己的出处 是这样的 所以说还有很多没有来的朋友 请了很多朋友 他们 我回去看到他们 都跟我留了眼 都在鼓励和支持我 很多人 包括那一天 受到了很多鲜花和祝福 我觉得这也是给我 给了我很多支撑 让我觉得我做音乐 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 我今天的选择是绝对的 因为我也教了很多 这些伙伴们 一些不离不弃的人 谢谢 就是谢谢每一个喜欢我的人 和不喜欢我的人 因为你们让我变得 因为他们让我变得更美好 在天哪 好 好 年轻的孩子啊 这个世界将不再用舍 我不再害怕 我们在闪着透明的光 我们在闪着透明的光 未来不会再让你悲伤 我不再害怕 我们在闪着透明的光 我们在闪着透明的光 我喜欢我的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開 我们在闪着频道 我们在闪着听到音乐 看看 感谢观看